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又是不是看台湾总共最新财经脉动 各位观众晚安 我是谢金河 欢迎再度收看本周的数字台湾 我们来看在这个礼拜当中 我们整个大家都最注意的焦点 台股不断的在上涨 而这个礼拜台股的加全指数 已经到了9547点 这当中大家可以看到 台积链的股价涨到了132.5元 整个在台股的上涨当中 我们赫然发现半导体在台股 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 现在我们要来这个礼拜 特别来关注的 从互联网的连结来看 未来台湾在整个半导体产业当中 未来所创造的重大的商机 先开始看看台股涨到了 这个9500点之后 我们可以看到 张胜和部长开始 他又扮演分析师的角色 他现在告诉大家 台股非常的健康 这个非常健康 有很多的层面可以看 那么大家可以看到 到目前为止 整个全球股市 都是在一个涨势的结构当中 这当中大家可以稍微参考一下 摩根史丹尼最近他调查 七成经理人最爱的投资的是股票 这个情况来看是 我们把收的资产 在金融海啸之后 美国的QE 那么到现在为止分几个阶段 一开始大家在做 这种费力的套利的买卖 但是到后来 大家争相投资房金 那是十年来 房地产是持续的非常的滚烫 那么现在来讲 所有该涨的大概都涨上去了 所以金价在过去一段时间 那么它的这个价格 是出现明显的回落 所以要特别来看看 我们的黄金的价格 最终又涨到1300块美元以上 那金价最低其实跌到1181块 那么现在开始就是一个跌升反弹 房金今天涨了9.7% 白银这个情况 它也拉到一个比较大的一个上涨 那么现在在21.2 那么大致上是在重跌之后的一个反弹 但是高点已过 那么我们看到 连这个油价就大幅的上涨 油价最高来到107左右 这个是纽约的原油 另外北海布伦特呢 这个稍微弱一点 但是我们看到这个美元指数啊 现在还在低档 美元指数在2013年 它缩盘是80.26% 在今年上半年 6月30号的这个上半年的最后交易日 是79.787% 那么大致上是 美元开始有着软的现象 那北海布伦特呢 大家可以看一下 最近油价开始慢慢稍微回档一些 我们国内油价是大幅的上涨 这是在国际当中 我们看到一个景象 也就是在目前来讲 全世界大家都在 钱非常多 那么大家在追逐 会上涨的资产 所以今天上半年 如果我们把全球的这个几个商品 稍微看一下 商品指数当中啊 这个在瑞银的商品指数呢 上涨8.1% 房金涨9.7% 那么我们也看到油价涨了3.2% 那么在10年期的债券值率呢 美国的债券值率上涨6.5% 而希腊的这个10年期的债券值率呢 大涨26.39% 所以债券也涨 那么这个房地产也涨 那么这个房金也涨 同时呢 债券也涨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也看到全世界的股票市场 这个时候都创造相当大的涨幅 这个涨幅当中啊 美国股市连续涨了6年了 那么今年第6年当中啊 道琼涨了1.5% 而S&P500呢 涨了6.05% 那我们看到纳斯达克呢 他上涨5.14% 而这当中 费城半导体 我们今天讨论的重点 费城半导体呢 今年上半年大涨18.85% 生计率股呢 是上涨13.37% 所以是美国的几个大的指数当中啊 这两个生计股跟半导体呢 涨幅相对是大的 台股在今年涨了9.07% 这已经是相对表现非常出色的 我们也看到 在目前来讲 全世界只要维持利率0到0.25% 这种低利率的国家呢 股票市场都大幅上涨 这是一个啊 钞票贬值的时代 换句话说呢 我们过去再看一个观念 叫做 这个Cash is King 也就是大家认为现金是王 现金是王 这个话只有在 发生系统性风险 比方说在金融海啸啦 欧债危机啦 当全球的资产大幅下跌的时候 你手上有很多现金呢 你可以买到非常多便宜的资产 但是现在呢 是钱非常多 大家都在找 会上涨的便宜的标题 所以这个时候呢 大家一定要有个原则 手游标的很高的 像房金呢 涨过了 它就不会再回头了 股票市场的 这个意义也是一样的 也就是 过去一段时间 曾经大涨 辉煌腾打过的 比方说你看到 这个精华光学 在去年隐形眼镜呢 它曾经涨到913 但是呢 到去年10月以后呢 它就没有再涨了 所以它已经大概休息了一年了 所以这个观念 大家一定要非常注意的 任何一样东西呢 贵上级则反见 就是我们在 投资市场当中 要非常注意的一句话 那台股这个礼拜 最高成交量来到1520亿 也要提醒大家 台股量小没事 但是呢量大会比较危险 所以这个时候呢震荡会比较激烈 另外我们要提醒政府 现在我们也可以看到 台股呢 当冲上路之后呢 它造就很多的量 但是这种成交量不是很正常 台湾的这个现在政管带 我希望金管会呢 你把股票市场 当一个大家小市民 他赚钱的一个套金的管道 但是呢 要让它合理化 也就是我们现在是重层 长期投资的投资人 但是呢 你鼓励投机 那么大家当冲啊 这个当天嘎评啊 这个时候 你把股票市场当成赌场以后呢 台湾的这个整个股市的发展 它会激情化 这是我们要非常注意的 所以另外一个角度来看 台积电呢 它的获利越来越好 台湾到目前为止 包括台积电 外资有78%了 那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日月光是83.2% 同时呢 超过七成的公司啊 像这个细品啊 台大电啊 它现在外资出股都超过70% 换句话说 这些公司已经是外资了 那外资在台湾的影响力 越来越大 所以我们也可以看到 在最近的 中央研究院呢 很多的院士啊 对税改 还有很多的意见 那么到目前为止 我们要提醒政府 台股已经到9500点 理论上呢 所有的全国的 民众 或一般的 国内的投资人 应该会非常感谢政府 对政府有很大的 向心力才对呢 但是这个情况没有发生 为什么大家对政府的 怨愤还是很深 最大的原因在哪里呢 我们让现在股票市场的 竞争当中呢 外资跟本国的投资呢 尤其小散户呢 它完全处在一个 非常不对等的地位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 现在国内的大户呢 它把钱汇到境外 它变成外资以后呢 它是股息股利呢 分离课税20% 我们留在台湾的人呢 股息股利 并入中国首多岁呢 最高税率 它已经到达49.676了 所以这个情况等于是 政府鼓励呢 大家去当外国人 所以有能力的人 像曹青城先生这样呢 新加坡的这个国籍 同时你看 日月逛23年83年后 因为张前生是新加坡人 所以有办法呢 用两只脚 他让自己变成外国人 然后没有办法留在台湾呢 我们就被政府宰割 所以这个时候这种 税负的不公平呢 我想政府怎么来克服 现在的问题 还有我们可以看到 现在外资相有 无限大的豁免钱 像这一次 我们要特别提醒 利旺 200多块呢 外资就说750 它变成一个 轰狂的炒作 这个炒作当中 它背后有很多的内资 这个内资呢 现在躲在外资的背后 它无所不用其极 大家奋力的干 大家可以稍微查一下 所有利旺 有二十几档的这个 权政啊 大家都在五毛钱 六毛钱 第一档全部收光了 收光以后呢 现在拉到二十几块了 涨到几十倍了 现在剩下一张 为什么呢 他们一开始 就把权政先收光 然后呢 再把利旺的股价拉上去呢 那权政 会创造三十倍以上的涨幅 这个叫做炒作 但是我相信政府不敢查 这个时候 我们如果市场上放任外资 无限大 它可以无限大的发展的空间 限制本国人的发展 我相信这是一个 我们 所有人把票投给马总统的时候呢 大家心中一定很多的厌分 也就是 现在外资内资的税呢 差一倍以上 这个时候呢 你对外资有非常多的豁免权 但是呢 对内资呢 我们有非常多的限制 我们希望说啊 金管会的证明中主委 针对这个现象 好好去给大家一个 真正平权之道 这是大家要非常注意的 好股价涨到9500点 现在很多的市井 在专业投资机构 他说美股过热 我想这个大家可以稍微注意一下 美国已经到穷将近17000点 会不会再一直上涨 今年要非常注意 当量降齐阳的过程当中 我们一定要非常特别留意 它会不会造成系统性的风险 就是在这个礼拜当中 给大家所做的一个投资建议 好 回来我们要特别来看 就我们今天所关注的焦点 我们还是请到老朋友 我们先请洪文跟大家问候一下 好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好 孙环兄 社长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好 这个两位都是 电子分析专家 我们这个礼拜其实有一个 我刚刚在讲外资 其实外资最近巴克来是 火力试色啦 火力试色当中啊 其实 最近杨艺超先生写了145页的报告 这报告当中他特别讲 台湾这个叫做 Hello China 然后Goodbye Taiwan 这准备台湾再见 这台湾再见当中有很多的观点 其实我们新桌刊在 4月份他已经讲 中国电子供应内的攻台计划 这个攻台计划 其实我们已经把 所有可能的 两岸的 电子产业的竞赛呢 大致上做一个很完整的说明 那我们可以看到 大陆有非常明显的叫做 攻台计划 这个攻台计划 我们政府呢 现在焚然不知啊 我们现在很多的产业啊 其实过去的四大产业 除了低润以外呢 大概都是被 被中国压着打 那这当中明显变化最大是 欧非光电是 起来以后呢 我们的TPK啊 股价是大幅的滑落 现在在手机的供应呢 其实我们已经面临非常多的 大陆的竞争了 所以这个 我先请孙环雄来告诉我们 你看你怎么看 现在这个 杨艺超的报告 其实他这个报告很多观点 我两年前我就讲了 所以这个时候我想台湾 其实我们已经度过 两岸最显赫的有几项面板 我打到最惨的时候 我们亏四千都赢 现在其实面板也赚了 所以这个这个报告 我觉得有漏后性 但是这个报告 你有你有什么感想 我想整个的电子业 其实一开始 我们认为是闷了两年 就是说在其实在2013 跟2014来讲的话 其实是相对来讲 是比较闷的 那主要原因是因为 现在整个的主要的产品 全部都是在智慧型手机 跟平板 所以呢智慧型手机 跟平板走上低价的时候 又发生了两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是韩国 分别在智慧型手机 排第一 30%以上 然后再来的话 平板排第二 所以他们又自主供应 再加上整个大陆工台 所谓的工台来讲的话 主要是因为他们的 产业链来讲的话 只要量大规模经济 成本低 其实就是他们的强项 所以变成说 整个的一个电子产业链 尤其在像智慧型手机 跟平板 其实产生了很多 跟排挤台湾的一个效应 那相对来讲的话 整个的一个电子业 就会变得比较闷一点 可是相对从整个的 今年的下半年到明年 尤其2015年开始 我们认为是一个 非常好的时机点 所以在整个的一个工台来讲的话 我们认为还是在一些 量大规模经济 那现在主要要注意的是两点 面板我们认为 时机已经过了 可是冲击还是在一些 像40寸 32寸这样的一个 一个面板的一个量大的 一个规模的一个成本 它会非常低 那第二个来讲的话 是半导体 半导体非常关键的一件事情 是在在今年的6月的24号的时候 他们宣布整个的一个半导体 发展计划 以前半导体的发展 在大陆发展是属于说 百发期划 就是说你的可能你的联营收 超过2000万人民币 你的租税可能就给你10% 然后你这种小型的公司呢 我可能每年给你200万人民币 你只要有报 我就全部时报时销 这样的一个模式 但是这一次来讲的话呢 它是要把整个半导体 其实是做大做强的一个发展的态势 它会借由基金的模式呢 去并购 或去做一些整合 所以呢 我们看到的是 大概在半年前就看到 第一个是中兴二企 它会在大陆这边的一个 北京这边开始设立 然后呢 它会对我们的 包含像联电这种 比较二线的一些 中国开始要切入黄水了 这一块台湾的承受力 这个你怎么看 等一下我再请黄文来补充一下 那目前看起来的话呢 它现在的技术其实跟联电的 如果你去看它的技术的一个制程来讲的话 其实是有落后的 那整个的一个半导体来讲的话呢 变成说像 第一个冲击会是在晶圆代工 其次来讲的话 我们认为是在一些封测 那封测现在也是过去大陆 其实是没有什么特别好的一个封测厂 那现在他们也会去扶持封测 第三个来讲的话 是在有关IC设计这一块 因为我们知道说在整个清华止光病的 所谓把展讯跟RDA会做一个整病 所以整病起来以后呢 其实它对联发科这边 联发科过去可能是营收它好几倍 可是整病起来以后呢 其实它的落差会拉近 所以变成说整个的一个大陆 它目前看起来的话是一千两百亿人民币 是由政府这边中央出资 可是加上地方现在看起来的话 大概高达两千亿人民币 也就是它会花一兆的一个台币左右的规模 去强力发展整个一个半导体的一个产业 那这些产业呢跟过去又发展不太一样 所以它在以后的并购它会越来越大 然后产线越开越多 所以如果我们台湾包含像联电 如果它的制程没有赶上到所谓的1416奈米的话 我们认为它在整个中心半导体27这边 已经会上到28甚至会到20 所以我们认为就会产生一些冲击的一个状况 好我想这个后很简单补充一下 就是说你现在以这个目前这个情况来讲 中国用一兆一千两百亿 这个当然对台湾半导体会有很大影响 等一下我们完整讲 你先补充一下 我一直觉得大陆在发展半导体 像中兴张鲁金20年前就去了 那到现在为止 他始终就没有真的发展很好 没有站起来 那这个原因到底在哪里 对我觉得张鲁金当然如果讲中兴 张鲁金是个盖场的高手 但是他不是一个营运的高手 所以他们现在换了 换了这个其实是过去在台积电做过的 这个执行长 现在这个人看起来就比较厉害 那刚刚讲到其实我觉得 巴克兰那个报告 我觉得真的是像社长讲晚了 晚了时间了 那事实上从08年到14年 现在6年 我们如果把它切一半 刚好切 我两年前就讲这个数 对前三年应该是三星影响很大 后三年是中国影响很大 也就是说台湾其实是被韩国被中国 楼令了 结果整个电子业就很辛苦 那现在一个关键 我们就讲到说 这两个国家 在发展这个科技产业 最重要就是说一个政府 跟国家的力量在支持 那刚刚我们讲到说 韩国我们就不讲了 太多这样的案例了 中国这个部分 刚刚讲到就是说 他们已经讲了 就是过去他们补贴很多产业 太阳能 LED 对不对 补贴很多 现在他们的目标锁定就是半导体 那半导体他们说 十年要补贴一兆人民币 这个一兆人民币平均就是一年一千亿人民币 这是很惊人的数字 那我最近跟一个IC设计公司的老板 他说他今年把三百亿人民币 补贴到这个中信半导体 也就是说中信要积极的抢工 这个晶圆代工的这样的一个市场 所以这个对台湾的半导体 也当然是一个很大的压力 我们先谈到这里 要回来说 还有很多的这个环节 因为宏文你是半导体专家 我们就从半导体的角度来切入物联网 同时呢 我们现在两岸现在在半导体的竞赛 到底现在的真正的短兵相接作呢 现在的一个发展的形态 大致上是呈现什么样的状态 再来请叫红烧回来 好 刚刚我们对两岸半导体的现在 目前的互相的这个杀戮的这个状态啊 稍微讨论了一下 但是回来还是在请教红文 我们当然可以看到 台湾其实 张忠谋现在是很了不起的 这个他如果你看台积电 现在涨到123块半以后呢 他的市值已经到1100多亿美金了 3兆4000亿台币 如果台湾没有张忠谋 我相信今天啊 我们一定更加的惨烈 所以他是很了不起 那么现在呢 我了解 大陆这一次在整个发展半导体 用国务院的整个力量去发展 他是希望2020年把台湾干掉 那2020年呢 其实是一个关键的发展 因为他一算 张忠谋先生到2020年90岁了 所以他认为你到90岁 还能够有多大的威力 他还在算这个 所以两岸的发展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 其实我们希望两岸关系改善 但是真正背后里面 大家最后还是要面对的 也就是大陆对台湾 不是那么友善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呢 两岸的一个正面的交锋 最近 希拉伟接受商业中间的访问 他有提到 他应该中国台湾会变得脆弱 所以我们也要提醒马总统 在两岸的交流当中 两岸的战略局要摆得很清楚 那现在来讲 如果按照目前这个情况来讲 台积电算是带半导体里面的 航空母舰 那航空母舰呢 他也要一些驱逐舰 要扫雷舰 这个都要有 那同时呢 你看到 我们现在那个 IC设计等于是基群 所以如果按照这样 就是说他最终目标 一定是要把台积电打下来 所以中心有没有这个能力 另外一个就是说 大陆在这几年 包括刚刚盛环雄讲的 联花科 展信RDA 他是开始 不断的诟病 包括海斯 他一定是打台湾的 所以 鸿文是半导体专家 你就从 我们现在的金银代工 半导体的制造 到现在的IC设计 两岸现在的发展 因为 以前 室内以前我们把台湾 连续区不好看啊 现在大陆连续区比台湾好很多啊 对不对 如果他用室内室内打台湾 我们会不会出现 他后来基上这样的一个效应 这个你怎么看 好 我觉得其实 这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看 就是我们刚刚讲到就是说 他们政府的补贴是 当然是很积极 但是政府的补贴是不是 就一定让他会很强大 这个也不一定 那这个 这个因为我们 其实跟社长讨论很多次 台湾其实也有 过去也有很多 我们有很多强项 对很多鼓励的 这个这个项目 可是事实上也没有做好 所以我觉得就是说 其实外面的竞争很激烈 但是你自己够不够强 这个还是一个关键 你看台积电跟联电 原来两家差不多 是 现在两家差二十倍 对 台积电 我觉得台积电联发科 这样的一个很强大的公司 这个绝对是竞争的利基 而且我们现在来讲就是说 在未来十年 他有什么样的 新的竞争的一个项目 那你可以看到就是说 在晶圆代工 当然 其实我觉得中芯 还是一个落后者 他现在 这个台积电 其实真正的对手是三星 三星 或者是这个 Intel Intel 那这个 这个都是世界一流的公司 那我觉得中芯 可能还要再花时间追赶 但是在IC设计 我觉得联发科也很强大 而且就是说 在这个智慧型手机的 这个晶片的 这个战局里面 其实基本上 我觉得这个战局 大概应该是 战争应该是结束了 几乎快要结束了 高通 联发科 之前 美国的这个很大的 这个 他已经退出了 所以这个 我觉得在智慧型手机 这一块应该也是差不多了 当然我们说 什么华为 谁都要进来 那这个我觉得接下来 现在就是说大陆 因为品牌手机啊 包括这个 库派啊 联翔啊 华为啊 中兴通讯啊 他品牌手机崛起以后 他会不会指定 他的手机厂 要用大陆的精品 那这个就要看 当然就要看竞争力了 就是你的东西做得够不够好 但是我觉得就是说 未来十年 可能这个竞争 可能我刚讲说 这个竞争结束 但是有新的战场会出现 对 比如说物联网 我们一直在讲物联网 我们张忠谋 董事长已经讲了好几次 每次一讲股票就大涨 对 我们这个宣判中间 做一个很大的专辑 叫物联网 对 张忠谋眼中下一个 bigshin 就是大的商机 是是是 那我觉得物联网就是说 这个物联网 其实跟很多IC 还是牵涉非常的密切 对 我们如果把物联网的商机 简单讲 就是说他有一个感知层 有一个网路层 有一个应用层 那感知层 我们讲了很多 跟sensor有关 NFC RFID 这个 这个指纹辨识 这些都是算 那这个是sensor的部分 其实台湾在这个IC的部分 就很强 另外第二个层是网路层 网路层就从 这比较近的蓝牙 到我们比较大的LAN WAN 还有这个WiFi 3G 4G 这个都算 那这个都下面还有一个 这个网路的骨干 比如说光纤 那这些 其实台湾也都有 网通股 IC股都有很多公司 那应用层的部分 我觉得台湾就比较弱了 应用层就是说 要做一些什么智慧家庭 这个智慧交通网等等 这些都要有 现在Google开始用落实 有很多的软体 或big data 那这些台湾就比较弱 但是我刚刚讲 前面那两块 台湾在IC里面都是强大的 那还有这个台积电 是一个平台 我们刚刚讲说 它是一个战舰 那我们如果说 我们用书来看 就是台积电 写了一个chapter 一个章节 这个晶圆代工的章节 这个章节呢 很多小的公司去写这个小的 这个小的细项 那如果整个把它写起来 那台湾在这一块 还是会很强大的 所以我觉得就是说 中国当然很积极 我们最近晶电 变了菜圆 那三安光电就跳脚了 可是大家如果仔细去看 大陆的补贴是很可怕的 三安光电去年 营业有做37亿人民币 净利10亿人民币 我们晶电做200多亿台币 但是没有获利 那这个补贴很重要 那我觉得就是说 补贴会让这些公司 瞬间壮大起来 但是他能不能走长远的路 那就不一定 长期依靠政府 其实你在吃奶嘴 还是有饮料 就是你真的 最核心那个竞争力 如果你一直靠政府 就我们以前 奖励投资条例 国家花很多钱去补贴 到最后那个产业 其实起来了很少 所以这个也是 我们可能要 用另外一个角度来看 就是说过度补贴 其他可能会扭曲 整个产业的发展 现在大陆的太阳冷的 很多拿补贴照样之导 所以这个也是 我们可能后续 还要追踪的 好 请盛华兄来告诉我们 现在 我们在物联网时代里面 这Internet Internet Off 性 所以这个就是说 所有东西啊 往往相连 在包括现在汽车 在我们移动时代里面 像手机 我们将来 其实很多东西 它里面都有IC 所以为什么半导体景气 特别好 这个跟物联 在云端 在物联网时代里面 它的应用 开始不断的在落实 在扩大 所创造的需求 非常强大 所以这个 在这个物联网时代里面 台湾的定位 你这样怎么看 我想 以后的 台湾在物联网来讲 我们认为是半导体 还是领先者 这是我们认为 无庸置疑的 那主要 我们可以看几个区块 物联网的形成 现在是大部分是 智慧型手机 还有平板机 可能有少部分 一些像GPS 这种一些联网 可是未来等于整个物联网 在到2020年的时候 它创造 目前看起来的数字 大概是1.6兆到1.9兆美元 的一个规模 其实它规模非常大 那其中大概有50% 在物联网这个区块 大概都是工业应用 其他才是一些消费电子 相关的一个应用 那在这整块的应用来 里面来讲的话 其实我们可以区分 如同宏文也有讲 区分几个区块 包含像智慧物流 因为现在电子商务嘛 智慧物流的应用 还有包含智慧医疗 智慧城市 智慧家庭 那智慧车辆也是一个 所以这些所有的应用 去看来讲的话 其实我们从2010年 就开始做相关研究 包含把两岸 其实都做一些比较 其实两岸这边来讲的话 在整合上面 其实系统整合SI 其实我们相对来讲 是非常弱的 我们没有办法提出 一个完整的解决方案 而且很多的方案 都是在地方政府 这边的一个 B2B的一个生意 像智慧交通等等 所以我们是很难的 但是如果你把这些应用 给拆开来的话 其实半导体 我们光从一个 现在比较流行的 电子商务的智慧物流去看 第一个 他一定需要哪些呢 Low Power的MCU 再来的话呢 他需要GPS晶片 他需要RFID 他需要像面板 如果你有用到的话 面板驱动IC 然后呢 Sensor Mass的Sensor 然后甚至CIS 就是所谓的 CMOS Image Sensor 这些来讲的话 只是在所谓的智慧物流 就要用到这个区块的相关的半导体应用 可是呢 如果你再把智慧家庭再摊开来看 他就用更多 他会用到像整个的一个AP 也就是说处理器 他会开始用到一些处理器 然后呢 会有更多的是在一些PMIC 就是在电源管理等等的应用 所以他的整个的一个半导体的应用 在随着不同的应用层面来讲的话 每一个都会应用到 所以在整个的一个发展的过程之中 我们认为他是一波一波的 也就是说 现在其实在智慧型手机跟平板 我们认为他是属于在成长的后期 可是未来来讲的话呢 他是一波接着一波 像一些消费电子的应用 从智慧穿戴到所谓的一个Google Glass 然后呢到智慧汽车到智慧家电 然后呢 甚至未来来讲的话 还有服务型的机器人 对 他会一波接着一波 所以我们认为说整个一个科技业 其实现在才是正好玩的时候 未来十年 我们认为会每一波里面都会从现在的 可能是初创期到成长期 所以到2020年的时候 这些相关的产品 其实都会到成长期跟成长的后期 所以带动非常大的量 所以我们是看好 非常看好未来的一个半导体 台湾在这一方面的一个应用 好我想这个 刚刚盛王兄提到 其实在这个架构里面呢 从公司开始到家庭 那么到我们交通的系统 然后呢 建筑跟建筑物之间 公共场所 所以刚刚盛王兄你也提到 在医疗这一块 是现在其实大家 越来越重视 那物联网里面才还有在 这两年 大家所看到的汽车 是 汽车现在 我看那个仪标板 大概就把所有的物联网的 连结全部都进去了 所以在这几块去台湾 我觉得我们可能 在医疗的这个医疗器材 跟物联网的连结 那汽车零组件跟物联网的连结 这两块你将来有什么看法 我想第一个的话医疗来讲 整个的内容 也就是说在后面的服务 跟应用上面 其实台湾相对来讲是强的 因为在整个医疗的品质上面 其实如果跟大陆 或跟全球比 台湾其实都在前几大 那再来的话就是说 我们的ICT 也就是这些的半导体 跟这些的终端的产品 包含一些医疗平板的应用来讲的话 其实台湾也是强的 那再来只是说 你要有没有有一些的场景 可以让我们台湾的智慧医疗 有一个很好的体验 那这个整个的应用来讲的话 我们认为 这边就是要更多的一个场景 其实现在台大 已经在做很多的 包括像一些智慧医疗 或是一些远端医疗 的一个相关的应用 那我们认为 这个如果可以做的 比较具规模化 甚至未来还可以复制到 其他的一个区域市场 所以我们是看好 整个一个智慧医疗的 一个相关应用 那再来的话是智慧汽车 其实从Tesla开始 它的大萤幕 也代表了整个的资讯化 会input到车的一个面板 从车的本身的安全 到外面的连结 这些的资讯化 包含以后的Google 它一定会做像车联网 我们都看到像 GPS的一个Map上面 它都会有一些商店 以后Google呢 就会在这些 你要在我的地图上面 有这些的商店 那你就要付广告费 现在广告费的一个模式 会开始转移 然后呢你点到 比如说你可能口头说 我要去哪里吃饭 它马上就会帮你 输入到那个地方 看看有没有位置 你要点什么 然后呢以后你就直接 甚至线上付款 你直接开车开到那边 你就直接吃饭 然后用你的一个 RFID感应一下 或NFC感应一下就可以 它整套的是 线上跟线下的一个 完整的整合 所以变成说 我们认为像 智慧汽车这一块来讲的话呢 除了安全 更多的是资讯化 跟应用的一个 11柱形的应用的一个整合 那第三块 我们看好的是 像现在有智慧社区 我们现在常常看到说 房地产现在有一些物业管理 可是你去看 大陆他们的做法 其实有点不太一样 他们有一个叫采生活 他们大概就是 400万的用户 然后活跃用户有100万 可是呢 我们最麻烦的是什么事情 比如说水电瓦斯 然后维修 然后一些安全 它其实在社区内 它都有一套系统 你直接在手机上面 直接输入去管理就好 然后呢你在户外 在社区外呢 它就变成说 跟你周边的11柱形 娱乐整合 也就是说在一公里里面的你的 比如说你要送什么食物来 然后呢你要相关的什么维修 都跟旁边的这些周边 你的保全都联系好 所以呢它整个的 所谓的一个创新的一些智慧社区的模式 就会开始出来 可是这些都是跟物联网相关 那这样的一个模式呢 其实在大陆呢 其实我们可以看得出来说 这样整个线上线下 然后科技整合传统 然后个人跟家庭的整合 其实在大陆就非常的 popular 包含很简单的 包含从型的一个打车开始 他们有一个叫滴滴打车 滴滴打车呢 他扎了14亿的 快滴打车 是 他扎了14亿的人民币 然后呢创造了1亿的用户 现在活用户 大概只有1500万 然后呢 他每一个用户 他花了14块的人民币去打造 可是像这种智慧社区这种的话呢 几乎他没有花任何的钱 他就形成一个产业链 所以这种的一个应用呢 会在物联网里面 他会持续的发生 在不同的一个 实际住行育热的一个产业里面 我们看到这个阿里巴巴跟腾讯 在这个快递打车 滴滴打车 大概一天 听说6000万人民币 就是司机补贴15块 乘客少10块 对不对 这个这样的一个形态 我们在台湾很难理解 我们叫进行车很方便 大陆是很困难 所以他同样叫车服务呢 在软体的这个APP里面 他可以找到一个很重要的应用的连结 那我想这个我们稍微休息一下 回来再请红文 来把这个整个大架构 就在物联网时代里面 我们台湾整体到底扮演什么角色 稍微回来 好欢迎再回到SANA 我们看到在现在的时代 其实我们尽量把那个智慧两个字挂在嘴边 Smart 那Smart 要去驱动的力量 其实就是IC 那么从IC一路扩展 那么到现在为止 我们可以看到 物联网在 在目前的像智慧家庭 这一次其实Google用30亿美金 去併下那个Net 就鸟巢实验室 我想这个是 给大家带来一个很新的示范 也就是说 美国已经在物联网的 包括这个物联网时代 在家电的这个系统当中 他已经不断在建制了 那我们现在台湾其实 不断的有很多的 IC设计公司参与其中 像今年那个申科 股价值涨了很多 连结被并购嘛 台湾后来之间 我们沉寂很多年的 IC设计的产业 在过去这一年 突然之间大幅好转 这样的力道 宏文是半导体专家 你跟我们稍微来讲解一下 整个在物联网的架构当中 整个台湾IC设计的厂商 他的商机 能够受益最大 好 我想物联网 我先讲一个大的概念 因为大家 每次讲到物联网 都想到互联网 对 把这两个扯在一起 但是其实物联网的范围 其实是大蛮多的 就是说 他这个since 就是把很多的东西 东西 包括我们讲的 什么智慧家庭里面的 这些东西 你看像我们很多人家庭 你说手机电脑有上网 但是其他大部分都没有上网 像我们现在每个月都要去抄 那个电表的 那个度数 那我们都用手写的 但是如果他能上网的话 你想想看 他对我们家庭要节电 节省能源 一定有很大的帮助 因为他在网路上 你可以看到那个变化 那你就可以去去调整 那我觉得思科的那个总裁 John Chambers讲一个很好的观念 他说 未来是Internet of everything 所以我们像穿袋装置 对 网路都连上网 他讲到甚至说垃圾桶 街灯 停车场都可以上网 对 那这个垃圾桶如果上网之后 他说 这个效益会很大 因为你知道哪些垃圾桶空了 你搜垃圾的路线就可以改 对 所以这个东西就是说 当你所有东西都连上网 你就可以有智慧的去监控 去管管控 那我觉得就是说 所以在这整个 整个大的架构 我们刚刚也讲到健康医疗这个 台湾其实有最好的这种医疗的系统 但是我们没有把它好好的做 这些big data 没有好好做一个医疗云 拿来做应用 那这个如果做出应用来 你想想看这个 我们刚刚讲的 有感知层 有网路层 这两个大的层次里面 有多少公司 可以做到他的生意 这些 当然这些都是 我们最近股价涨最多了 那我想这个 这个观众朋友就可以去找 就是说谁是做到这个生意的 但是我觉得 还是一个回到一个重点 就是说我刚刚讲说 在整个的应用层里面 台湾事实上是比较没有能力做 因为他牵涉到big data 那big data 刚刚讲的 其实政府就可以 可以扮演很重要的角色 刚刚讲的那个街灯 停车场 这个政府都可以扮演角色 让他连上网 那这个开放出来 就是很多的商机了 那我觉得就是说 如果我们 我们之前我们听詹上正委员 他现在是这个部长 他说我们台湾要做12个这个云 那但是我们好像都还是 这个进度好像还是没有很快 那我觉得政府推动上面 这个脚步要加快 当然台湾很多的IC设计公司 做的是全世界的生意 那我觉得就是说大家可以去看 就是说这个我觉得机会是很大的 好有一些新起来的 比方说现在 孙老师你可以看 我们研究上 除了IC设计以外 其实那个通讯 像现在世纪时代 我们在开始见过这种基地台 那台湾其实慢慢慢慢就是 因为在物联网时代里面 手机的连接 其实移动时代 它扮演最重要的核心的角色 那这个从 我们如果从通讯一直到半导体 这个两边的连接 将来这个路发挥出来 那个众生有多大 我想我们应该举一个例子 比较大家容易了解 就像联发科 你可以看联发科 因为它从一个IC 它变成像雷琳的WiFi的晶片 然后它做了整个手机的AP 然后做了公版 现在做到智慧型手机 4G手机 所以你可以去看整个的一个 从手机开始 它会去做一些延伸的一些 在半导体的应用 而且跟物联网 其实是整合的 因为很简单 现在整个家庭 最重要的两个核心 一个是手机 一个是电视 电视呢 其实在联发科 这边也有去做相关的 一个IC芯片的一个整合 所以变成说电视是一个显示中心 而手机是一个控制中心 而现在又多了一个东西 在物联网的应用里面 多了一个智能路由器 也就是路由器 以前你可能只是用来分享WiFi 大家的那种Notebook可以上网 可是现在它会多了很多的功能 包含一些多媒体的储存之外 它可以控制你所有的家电 也就是说你的家电的开关 然后现在呢 甚至你的家电 现在可以做出来说 你的家电有没有运转 有没有坏掉都知道 比如说冷气坏掉 或是冷气特别耗电 你可能不知道 可是呢现在已经可以 从整个物联网的架构里面 去了解到说 你这台冷气其实是有问题 我可以上网去 我要不要上午去维修 什么时候维修 这种创造的维修的商机 可能有时候永远都比那个 卖那个东西来的大 所以变成说 在整个的一个物联网来讲的话 我们先从一个 从我们台湾如果联发科去看的话 它可以做的是在像智慧家庭上面 跟智慧家庭的整合 所以呢 它现在的一个拼图 其实比较完整 包含它现在把它 再延伸到穿戴室 所以现在它有所谓的 一个Link Kit 它把像原相 一些相关的一个厂商 去做一些整合 然后呢 到最后呢 所有的产品 除了家庭以外的穿戴室 甚至以后也可以做到车辆 可以跟家庭所有的资讯 其实都是可以整合 像今年有个比较热的题材 叫做指纹辨识 是 以前 大家这种没什么感觉 但是你看以前开车 要用钥匙 现在很可能你按一下 这个是指纹辨识 所以我们现在要出镜的时候 机场出镜大厅 那个辨识不行的时候 你还是用手按一下 这跟指纹辨识有关嘛 所以这个 现在在台湾这一块 会不会在一个物联网时代 它有比较大的发展 这个结合 如同社长讲 这是结合整个线上线下 先有提过 你所有的东西 你要去认证 你是不是这个人 最容易的 现在是指纹辨识 你从声纹 从眼睛辨识来讲的话 还不如指纹辨识 所以在指纹辨识来讲 以后讲简单的一个应用 就是你手机上面 你不管要不要 就好像现在我们的相机模组 以后都会有指纹辨识 因为呢 所有以后的付费机制 如果你只是用NFC去付费 你会担心有问题嘛 因为人家捡到你的手机 捡到你的东西 你去付费就有问题 可是如果你多加了一个付费机制 里面多加一个指纹辨识去应用 那它相对来讲 就安全非常多 所以你可以看到像Apple 它是所谓的现在推出像IP 抗这种东西 也就是说 它都过低功耗的蓝牙4.0 可以把一些很多的讯息 push到你的手机 然后呢 一些优惠方案 然后你进去这商店的时候呢 你可以去买东西的时候 你透过你的指纹辨识 然后把所有的付款机制都完成 所以变成说以后你的整个的消费机制 其实也不太一样 然后呢 手机变成说 你以后要支付这种行动支付 现在行动支付 NFC最近很热门 这一块台湾 我们可以出到多大的饼 我想整个的一个 目前看起来的话 NFC的一个相关的厂商 如同上面讲 我们认为是都有机会 只是说 它有一些要求 也就是说你的生态系统 要跟这些的厂商要能整合 因为现在不是说 你提供一个晶片 你就可以在这个group里面 别人说你提供的晶片 是不是可以完整解决 这些手机的方案 跟这些应用厂商的方案里面 我们认为才比较有机会 否则的话就是简单的 你可能就是过悠游卡付费一下 或是现在的小额 像那种便利商店支付 它的创造的附加价值并不高 我想这个我们先谈到这里 回来之后 我相信大家很关切的 在智慧时代 我们怎么要做最智慧的投资 回来之后 我们要继续请教两位 我相信在今年当中 台股今年如果按照 它稳稳这样走 我觉得上万点可能性是很高的 但是 在未来的一个台股的投资当中 可能有一些 大家特别要关注的层面 等一下回来请教两位 我们今天在最后的单元来看一下 这个杨艺超先生说台湾会再见 我认为台湾是不会再见 但是 今年其实有几个很大的转折点 第一个 我们原来的四大产业啊 亏的钱是顿多 面板在08年之后的六年 大概亏了4000多亿 这个亏的多 你看华映总共亏 亏903亿 是不得了的 那其他的 群创跟 友达呢 各亏2000多亿 所以你要加一加快5000亿了 DRAM也是4 5000亿 所以当然这两个加一兆多 其他的LED啊 这个太阳能也都是一样 但现在呢 所有四大产业 连现在最差的 华映第一季呢 赚了6亿5000万 所以他已经 这个惨到 不能再惨 现在都起来了 所以台湾其实 四大产业没有变成台湾的绊脚石 我认为这是一个 非常重要的一个变化 那在这一次 半导体的应用再加深以后 我们看到蔡明杰有抢 未来十年是物联网时代 有百亿的这个智慧终端的装置 在云端复联 这个无所不在 那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都是台湾 我们潜藏多年的强项 所以在今年的股票市场里面 我们慢慢看到 台股上来了 上来很多人都觉得 一开始 以前7000战步 现在怎么9500 大家都很纳闷 那但是我相信台湾 因为半导体 它撑起了半变天 包括最近美国的intel 从21块它涨到31块多了 所以intel也是把那个股价往上拉高 在这种情况之下 我想如果从台湾 投资人的角度 在物联网所带来的商机当中 洪文给大家一些投资建议 好 我想物联网 这个当然是一个很大的议题 那我觉得就是说 因为我们去看这种投资的 这个角度的话 就是说你 当然你最最最喜欢的 就是说一个平台式的公司 什么叫平台式公司 就是你说智慧型手机 联发科它这个平台就做得很好 这整个大商机上来的时候 他就可以抓到大部分的商机 那如果你是做个别的小应用的公司 你当然就是说机会 有时候就会容易掉单 那我觉得就是说 如果你在这个大平台的这种 像联发科 像瑞育 这种都是 我觉得都是一个基础的公司 那这个大商机来的时候 我觉得他们应该都可以 占到很好的一个比例 那另外我觉得就是说物联网相关的 不只IC 还有这个网通 那我觉得网通 台湾在今年也是非常热络 我想郭台米先生在那个前面 一直在这个 谈这个整合 那现在都整合到韩国去了 所以我觉得这个网通的 这个公司其实在这段时间 有一些修正 那我觉得这个时候也是好的时机点 另外其实我还可以谈到一个 机器人这个产业 我会来当红产业 对因为机器人你可以看到就很有趣 我们观察就是说过去手机 有苹果跟Google 这个两个平台的阵营 现在你看到好像也有两个新的阵营出来 一个是Sortbank 软体银行跟鸿海的一个整合 他要做的 有点像以前的苹果那种 自己的整合 垂直整合的一个服务 那Google呢 在去年并了八家机器人公司 那他现在要做那个机器人的 一个Android平台 对 一样的 那我觉得这个软银跟这个Google 也看起来又把这个机器人这个行业 带到另外一个联业 对 那这个看起来又是两强在争霸 那谁会胜出 我觉得 我的看法是开放四一点的 Google最后会胜出 但是Google的做法还是跟软银不太一样 那现在我们郭台铭先生是拥抱这个孙正义 对对对 那事实上Google也在跟鸿海在谈合作 所以我觉得 即使如果这样讲起来 我们鸿海可能是一个很大的赢家 虽然他做的是很这个低的毛利 这次鸿海股价105块 机器人也带来一些正面的力量 我想这个 盛玩兄你可以告诉大家 在现在的这个电子股的新的 我们成前两年之后 现在重新站起来了 下一个方向在哪里 我想第一个那个洋映超公台 这个其实我不是很认同 因为你可能在那种很少的产品 很大量的时候 像智能手机平板在的时候 可能会多少有影响 可是呢在2015年开始 其实是百花齐放 而且他是有时间性的 所以变成以前你可能好的 就是像联发科台积电 然后甚至大力光 这些比较明确的大公司 可是以后呢 这些中小型的公司 我们也开始好 因为他开始会有 微创新这样的一个概念的导入 也就是说你可能像现在 我们假设说 穿戴式的手表要起来的时候 像今年iWatch 预估他的量大概是300到500万支 虽然量不大 可是他是一个新的产业的兴起 那他带动的是 他以后会走向专业型 医料型的一个应用 像LED 他是直接 你说以前可能要打针测血糖 因为呢 全球呢 大概就有3.8亿的那种 所谓的糖尿病的患者 那以前都需要挣扎 去放血 现在不用 他现在是直接用光线 光源打进去 像LED的光源打进去以后 他读取你的数字之后 他就知道你到底血糖有多高 所以像iWatch 他就不会打那种很 很简单的消费型 而是打比较专业型 医疗型 他是打所谓Must to have 这样的一个概念 所以我们认为说 他是一波接一波的 那另外说 谈到就是说以后的 线上线下整合之后 他以后都是需要用到指纹辨识 那指纹辨识这种产业的话 跟MANS的产业又比较相关 那MANS的产业来讲的话呢 我们台湾其实要吃 也是比较容易吃到 像封测这些的一个 一个产业 我们认为相对来讲 机会是大的 所以在整个台湾的产业链 不会像以前就是很单调 他以后来讲的话呢 就是从穿戴式 然后呢 从所谓Google Glass 然后呢 从智慧汽车 智慧的家电 然后呢 到所谓的一个服务型的机器人 像机械这种 精密机械这种产业 也会变得更好 所以变得很多的是百发其放 我们认为那个商机 其实是更大的 我想这个 我们大概可以看到 在今年的台湾的力量 突然感觉到是起来了 我们要提醒政府 股票已经接近一万点了 老百姓还这么多的抱怨 为什么呢 你给太多的这种境外的 他站得占尽各种盈利 但是呢 我们同样的一般的小股民 其实他在这个市场里面 吃那个小饼 但是呢 你给他很多的资讯不对称啊 很多的在挫折的这个措施啊 我想这个是政府一定的 一定要去想清楚 也就是说 我们现在在很多的租税上面的政策 你鼓励大家变成外国人 我们票是投给马通 结果你保护外国人 修理本国人 我相信这个是一个 政府在未来书政上 大家一定要把他回到一个 保护自己本国的老百姓 我想这个如果没有 我想这个很多机制 会造成很多的名誉 好 这个是今天再一次特别提醒 我们有关单位 特别注意这个现象 好 今天谢谢洪文 谢谢盛万兄 谢谢大家的观赏 下周同一时间 请大家继续收看 我们下周同一时间 谢谢大家 我们下周同一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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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